记者赖小彤新北报导 新北市长朱立伦率团访问中国 今天在上海会见新任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朱立伦致辞表示 虽然目前两岸政治情势严峻 但九二共事是国民党坚持的原则 希望两岸和平交流 合作双赢 这个立场不会改变 朱立伦指出 对于国民党而言 从2008年重新执政之后 所坚持的九二共事 也许一盘有些不同 但是国民党坚持的原则是相互交融 努力追求两岸的合作与和平 坚持九二共事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希望两岸和平交流 合作双赢 这个立场不会改变 即便成为在野党也是一样 朱立伦表示 政府存在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为民众谋福利 民众关心的事情 和平就是政府的事情 民生经济才是王道 在两岸交流方面 虽然政治情势变化 民众最期待的就是和平 更期待两岸能够合作 共创双赢 朱立伦谈到 他第一次以地方政府首长的身份到长三角江苏上海访问 希望在刘洁一带领下对于台生台胞或台商的服务工作能够落实针对会台三十一项措施原则上大家都是欢迎但是台生或是台商希望有机会多听取各界的意见也需要各级地方政府贯彻 朱立伦强调期待未来两岸关系能够更好 不管政治环境怎么变 民众的期待是持续合作交流 地方交流也 要延续相互学习城市治理经验